化身也能投胎做人吗 如此一个人不是可以变成两个人吗 那生命呢 不是可以分裂的吗 这些物理形象 在佛法里面通通的说 跟你说 生命本来是一个 现在还是一个 永远都是一个 变法界虚空界 一阵状严 都是这一个化身变现的 化身不管怎么变 依旧是一个 化身所变的告诉你是幻象 你现在对于这个现象 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希望你读《薄若经》 你要想了解这个 《薄若经》是最简单的金刚经 《金刚经》你就看江卫龙主寺的讲义 他讲得好 《薄若经》全注也非常好 这个注解的分量都很大 你好好去研究 这里头有档案 有非常精彩 非常圆满的档案 谢谢大家